各位關懷訪視員大家好 我是陳一鳴 我們今天要接下來講的主題是高風險個案的評估 相信各位之前在過去的課程都有看過一個冰山的圖 這個圖在告訴我們自殺防治中心所做的關懷分成三個部分 冰山最上面那一角代表的是社會當中風險最高的一群人 冰山下面的部分代表風險比較中或比較低的 可是相對來說是最大眾的那一群人 所以自殺防治中心的任務在於說我們可以透過全國的活動的關懷 可以讓大部分的人都可以降低風險 可是針對最少數那群個案我們可以特別的關心他們 試圖去減少這些高風險群的風險 不過這個冰山理論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一件事情也就是 大家做的事情是最辛苦的 是冰山最上面社會大眾在看的事情 也就是說今天全國的自殺風險有沒有下降 新聞都會爆 大家都看得到 那所以大家做的是最吃力的事情 可是相對來說我們背後付出的 冰山下面的部分 包括我們需要堅持要面對失敗 要犧牲奉獻 甚至面對很多失望的狀況 那還要保持平常良好的生活 那這些全部加在一起才可能導致我們最後的成功 那今天的主題高風險個案的評估 我們在看的是哪些人呢 也就是BSRS大於15分 或是高度風險這群人 那也就是說今天我們去做訪事的時候 我們會透過對家屬本人的訪談之後 加上我們的量表的工具的輔助 把他們做分群 那最右邊這群可能是大家平常面臨到感覺 壓力最大一群人 那這個是我們關懷手冊裡面有提到的一個案例 我把它稍微做修改 那不是實際的例子 那這個個案是25歲女性 她平常和父母同住 那過去曾經有用過毒品 那也因為很多人際關係的問題 有自殺 那以前曾經有聽說被診斷 第二型的雙極性情感障礙症 那同時還有邊緣性的人格障礙特質 那曾經有好幾次都去精神科住院 那目前她的工作是自己開的一種工作坊 不過並沒有固定在營業 所以看起來其實是一個並不是很穩定的工作 那以個案她平常的困擾來說 她最主要就是失眠的問題 那這個長期失眠會導致她使用蠻多安眠藥物的 那為什麼會這麼嚴重的失眠呢 她自己會認為過去從小的一些被霸凌的經驗 或是身體被侵害 或者是說一些平常的人際關係 好像這樣的經驗常常影響著她 不時都會浮現 那甚至在小時候這麼長一段生活的過程裡面 那種無力反抗的感覺 或者是身體和心靈受到的一些痛苦或驚嚇 也會讓她感覺到很難開口跟別人說這些事情 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如果內心有不舒服的感覺的時候 常常會用割碗的方式 或是突然安眠藥的方式 讓她的情緒有一個出口 所以這樣的個案她會說 感覺好像一種壓力過快爆炸的感覺 可是如果看到自己在割碗的血流出來之後 好像感覺那個壓力有一些紓解 那這樣的行為當然會引來很多周圍的人關心 包括家人或是社工的關懷 可是看起來並不是很容易 因為這樣的個案往往不太願意把自己無助的那個部分 再重新曝露出來 那過去很多經驗她可能會認為說 我講出來好像對事情也沒有幫助 所以不太願意提 那如果回到家庭來看的話 這個個案她跟家人的關係 平常衝突很多 可是不衝突的時候卻感覺是距離很遙遠的 那不但她們很少有一些正面的快樂的互動 而且好像爸媽對於她也認為說 她的工作又不是很正當的職業 而且又不穩定 那又覺得說她不去工作 每天待在家裡面好像也無所事事 所以常常會因為這樣的事情 她們有一些摩擦 那因為這個狀況 這個案她會感覺好像生活當中好多的挫折 而且覺得沒有安全感 那又覺得說在家裡面好像都沒有人理解她 也沒有人關心她 所以心情不好的時候也就只能傷害自己 那有一天她再次嘗試說要從屋頂樓跳下來的時候 就被注意到被緊急送到醫院 那之後通報衛生局 那再分案 到自殺中心 那以這個案例來看我們怎麼去做她自殺分級呢 一般來講低度的風險指的是這個個案她已經開始有 有一些自殺的想法 她覺得好像我不能繼續下去了 或是我希望可以死掉 可是她不一定真的覺得什麼時候要去實施 這樣傷害自己的行為 那如果是中度風險的個案通常我們指的是 她不但常常想到 而且她已經有計劃 只是說不見得馬上要去做 那以這個個案來說 她其實是高度風險的個案 不但有清楚的計劃 而且她也有工具 也確實決定要去做 那碰到這樣的個案 我們就好像面對一棟快要倒下來的房子一樣 旁邊的人大家圍在這邊都希望說可以幫忙 可是到底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怎麼樣去防止這個樓塌下來 所以在這個時候什麼事情最重要 可能是大家覺得最難抉擇的事情 到底我們是在這種狀況是給她一些經濟上的支持 讓她不會覺得生活的壓力那麼大 不會感覺好像隨時都要煩惱 付不出房租 繳不起水電費的問題 還是說我們應該嘗試去改善她跟爸爸媽媽的關係 因為在座非常多都具有 心理師社公司的專業 也許我們都會希望說 有可能去試著 輔導他們 讓他們改善溝通的模式 那第三個我們也聽到出來說 這跟好像她工作的關係 常常覺得不受肯定 覺得沒有成就感 那工作當然對一個人來講 經濟上面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輔導她的就業也許也很重要 那可是像剛才這些做法 如果回到前面那個房子的例子 好像我們是試著去讓這個房子穩固 不要倒下來 可能會試著去補強它 可是反過來 這個時候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確保新安全 所以確保安全反而是我們現在最應該第一個去做的事情 怎麼樣去預防大家的受傷 所以我們再回到這個圖來 我們就會看到 這些高風險的人 我們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已經就醫的 我們要鼓勵他繼續就醫 如果還沒有就醫的 就是轉介醫療機構 或是心理衛生單位 那如果拒絕就醫的 我們就是嘗試要促進他的就醫 甚至有需要的時候強制他就醫 所以我們看到說像這樣的個案 第一個我們會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比較及時的做法是 讓他去和醫療體系接觸 讓他可以去利用我們這邊的資源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就醫治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剛才曾教授應該已經講到蠻多的部分 那我這邊只稍微做一個簡單整理 首先我們會希望做危機組織 去評估 他目前到底是哪一些原因 導致引起這一次的危機 那這個過程當中 也會嘗試跟他建立起治療的關係 那所謂的治療關係 我們一般講的是 存在於 治療師 社工師 醫師 還有個案之間的關係 那可是像這樣的關係 其實不是只有在 醫療的場所 或是智商的場所當中 才適用 往往 這樣的個案他長期來說 他會一直覺得他缺乏 和別人建立 好的關係的經驗 他會覺得他的生活是很絕望的 也就是說 不管在家裡面 在朋友之間 或是在 他工作的場所 他的老闆 客戶 往往他都覺得 沒有誰是可以信任的 所以 無論是 關懷訪視員 或是醫師 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跟個案 建立起一個好的關係 常常就是一個 好的開始 讓他覺得 他的人生 好像會有一點 不一樣的一個時候 所以 建立治療的同盟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建立了同盟之後 我們就有可能 去穩定他的情緒 再去細部的了解 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你這個樣子 這個過程當中 他好像因為 無法去處理這個事情 導致情緒受到影響 所以我會想了解說 他有什麼樣的資源可以運用 來幫助他 去面對這些難關 比方說 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 會用什麼方式紓解 他過去有運動習慣嗎 有什麼嗜好嗎 會去逛街嗎 如果今天跟家人吵架的時候 他都怎麼辦 躲到房間裡去嗎 還是跟家人 大吵一架 還是 每次都會 傷害自己 如果他有困擾的時候 他會 第一個找誰談 他過去有醫師嗎 有行李師嗎 還是有 他新任的社公司 管理房事員之類的 有誰是他 碰到困難的時候 第一個會去找的人 另外一個在 醫院可能可以做的 比較特別的事情就是 我們去評估他的 精神狀態 也就是說 這個個案他這個樣子啊 除了我們覺得可能是 外在的壓力引起 有沒有他自己本身的因素 也就是說 像他這樣處境的人可能蠻多的 可是是什麼原因 讓這個人 好像變得特別脆弱 會不會是因為 本身的精神狀態不好 會不會因為 他的身體健康不好 有一些長期的病痛 這些全部的原因加在一起 導致這個人 他必須選擇 走這條路 那另外一個很 強調事情也是 去評估 他有沒有物質成癮的問題 這裡的物質指的包括 酒精 包括 毒品 各式各樣 有可能去影響一個人的判斷 那或是長期的使用 可能會讓這個人的生活 越來越沒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物質的成癮 和 身心的疾病 都是有可能透過醫療 去幫忙他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會希望特別的評估 那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當下的風險 所謂當下風險就是我們去 根據前面做法來去分類 他是 低風險 高風險 還是中等風險 那這個就會影響到我們之後的治療策略 如果是風險比較低的 我們可能可以 透過教導他一些 放鬆的技巧 來 讓他可以舒緩 那回去 就讓他回去說去練習去因應這些壓力 如果 風險稍微再高一些的 我們可能會認為說 我們要他 碰到困難的時候自己放鬆 有一點 太辛苦了 好像還不夠 可能我們如果加上一些 藥物來幫忙他 紓解那些情緒 可能會比較好 或者是說 如果他有精神疾病的話 藥物的治療也是需要的 那他有沒有 很好的未來計劃 我們能不能跟他共同 討論出一個 好的方案 回去之後該怎麼做 還是如果風險很高的話 也許暫時的住院 保護他的安全 對他來講可能是目前最好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就醫之後會發生的事情 那 另外一個問題是 當我們去做自殺關懷仿視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知道他的想法 因為我們前面講到評估他的風險 那 這個對於第一線工作人員來講可能是最困難的事情 怎麼知道 所以我們訊息來源 大概可以分成幾種 包括我們根據通報紀錄 或者是 旁邊的人 告訴我們的事情 還有我們跟個案 會談的時候的觀察 最後就是直覺 那我接下來會一個一個來說 第一個資訊來源 是 自殺通報紀錄 通報紀錄裡面有一些重要的訊息 包括他的性別 年齡 這些基本資料 他住哪邊 他跟誰住 是一個人住嗎 還是和別人一起 那過去有沒有自殺過 這個紀錄上面也可以查得到 他用什麼方法 還有他過去有沒有看過精神科 有沒有精神疾病 那這些 裡面告訴我們訊息是說 如果一個人他是屬於 男性 或者是 年齡比較高 或者是平常可能獨居 很少有其他家人陪伴他 過去自殺的次數很多 或者是他用的方法 都比較危險 那所謂比較危險 相對於比較不危險的就是 吞藥或是割腕 這個被當作是相對風險比較低 並不是說一定不危險 可是風險更高的 比方說 燒炭 上吊 跳樓 或者是 溺水 像這些方法 相對來說都是風險特別高的 那 再來有沒有 沒有好好治療精神疾病 所以如果有這些因素的話 我們可能會 在心中慢慢有一個 感覺是 也許今天我要去面對這個個案 他是屬於風險比較高的人 那 這個是心情溫度計 我們看心情溫度計裡面 有幾個問題 包括最近 會不會感覺到 緊張 會不會容易 苦惱 生氣 會不會感覺 憂鬱 心情很低落 會不會覺得好像很沒有信心 覺得比不上別人 會不會睡不好 那像 這些 問題 如果我們可以了解他的資訊的話 他可以算一個分數 如果得分大於15分的話 往往就是風險特別高的人 那還有第六題就是 有沒有自殺的意念 那關於這個BSRS 這個心情溫度計的量表 他是五題 可是 一開始他是從 一個90題的量表 開始演化出來的 那是 林育英教授 他慢慢地根據自己的 研究經驗 還有臨床經驗 慢慢地 挑出最重要的這五題 所以這五題分別反映出一些精神症狀 就是剛剛提到 焦慮 憤怒 憂鬱 自卑 失眠 加上一體自殺的意念 那為什麼要把這個量表簡化 最重要的還是 我們可以做 不但 可以做大規模的檢測 而且 這樣的量表 可以有個案子幾天 所以很多人也許有興趣的 他去找這個量表 上網去看 他會慢慢知道說 會不會我有些事情 該去注意一下 那這個量表 他也是很省時省力的 而且 不但在 醫院可以用 除了醫院以外 一樣可以使用 那這樣的量表本身 他也沒有告訴我們說 你這個問題 這種狀況 會不會是生什麼疾病 所以可以 比較避免 感覺好像 我被強加了一個診斷 好像一種污名化的感覺 好 那 接下來 我們 看到如果今天已經到了 個案的家中 或是我們去跟周圍的人談 可能會注意到 有些資訊 例如說 旁邊的人 像家人 或是里長 警銷 都會說 他很常自殺 好像這個次數很多 所以他們很擔心 或者是說 我們在問問他們說 你們到底擔心這個人什麼事情 他們可能會說 他平常看醫生 回去都不吃藥 或是說 也許他 身體 常常會說哪裡痛 這裡痛那裡痛的 看很久醫生 好像都找不出原因來 那因為這個樣子 常常會講說 我不想活了 如果這個個案 他平常有跟周圍的人提到 自殺的想法 這是更重要的線索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不見得 會願意跟醫師說 但是有可能會透露給 身邊 隨時在相處的人 另外 會不會在家中 有藏一些比較危險的東西 例如說 繩子 木炭 也許看醫生的時候 很多藥他沒有吃 他不是丟掉 也不是把馬桶沖掉 他把他藏在床底下 或藏在櫃子裡面 可是收集那麼多 要做什麼 也許這個事情會讓 周圍的人覺得 怪怪的 那另外 有些人會做一些 自殺的演練 也就是說 也許先試試看 我今天 睡不好 那我吞10克要看看會怎麼樣 吞20克會怎麼樣 會做一些模擬 可是模擬覺得 好像不是單純為了睡好而已 那 也許他 平常跟家人講的一些話 讓家人開始擔心了 例如說 最近開始 跟兒子說 你以後要照顧媽媽 這類的 讓家人覺得聽起來好像是 類似語言的 這樣的話 所以 這些現象 往往是我們可以得到的第二個線索 第三個就是 我們開始要跟個案面對面了 這個時候我們如果 可以觀察到個案的表情 他的心情 他的動作 我們也可以得到一些訊息 那往往 這種狀況是 跟個案 越熟越常接觸的人 越可以敏銳的感覺到 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比方說 每一次我們去看這個個案 或是跟他講電話 他都會提到 重複的事情 比方說常常講到過去 家人對他的狀況 可能講到自己內心很挫折的事情 可是如果有一天跟他 會談的時候 也許發現 好像這個個案 怎麼今天 都說覺得自己好像都很好 沒什麼好談的 也許他會覺得一點 哪些地方不太對 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當然不是說這樣的狀況 一定表示 個案 他打算要去自殺 也有可能他 他有其他事情改變了他 可是在這樣的時候 我們鼓勵大家 可以 如果注意到有些 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不要把他放過去 我們在關心個案的時候 我們可以問他 我今天注意到什麼事情 好像你不太一樣 你能不能說說看 是什麼原因 讓你這個樣子 那這樣的關心 並不會讓個案覺得說 我們太緊張 反而 讓他知道說 其實我們都有在注意他的表現 那第四個就是直覺 這個直覺哪裡來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也 沒有注意到什麼 可是就覺得 好像這個個案 我總覺得 其實讓我覺得有些壓力 我覺得他 好像風險很大 那往往 這種直覺其實是 在我們跟他的互動當中 產生的一些現象 比方說 其實個案 防備性很重 他明明什麼都沒有講 可是也許就是因為他什麼都不講 或是覺得 講得好像很 很淺 很難去深談 這種比較防衛的狀況 讓我們覺得 有些事情 怪怪的 那第二個是 無法被同理 也就是說 其實 各位有經驗的訪員 常常都會覺得說 有些人 他們的一些痛苦 我們往往 在跟他會談當中 慢慢可以理解之後 如果我們可以把我們的一些 對他感同身受的話 說出來 或是說 好像指出一些 他值得讓人肯定的地方 往往他們會受到鼓勵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 怎麼這個人 好像講什麼話 都引不起反應 沒有那個正向的感覺 無法被同理 好像你總覺得 很難了解他 或是也很難讓他感覺被了解 那 有些時候我們會覺得 今天得到的 好像會談的過程當中 都是一些負面的回應 很難建立起 剛剛提到的 一個好的 治療聯盟 好的關係 那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會覺得 好像我幫不上什麼忙 因此我也會覺得 這個個案好像風險很高 所以綜合剛剛講的 四個部分是 讓我們去了解個案的 風險的方法 那 還有一些其他的來源 比方說 大家可能很關心新聞 新聞最近可能又提到 哪個藝人 他用什麼方式自殺了 那以過去 李教授做的一些研究 我們可以知道 當媒體 有一些報導的時候 往往會引起 後續 全國的自殺率的改變 所以 大家對於 重媒體的影響 是很大的 所以因此 如果 最近有一些新聞的時候 往往也會影響到 我們去看個案 的一些風險 那還有個案的生活有沒有什麼變化 比方說 最近可能要搬家 為什麼要搬家呢 也許因為他繳不出房租 房東要求他搬走 或者是也許最近 工作上面 比方說可能 被 要調到什麼地方去 或是說老闆說 你可能做到下個月 不要過來了 這種生活上的變化 其實就是一種壓力 那 像寵物可能也是一種 比方說 最近寵物生病了 或是寵物過世了 這些其實我們看起來 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有時候對 個案來講 往往影響 他心情很大 因為我們要知道說 這樣的個案 有時候他生活當中的連結 本來就不多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看起來 就是一隻寵物嗎 也許對他講 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是舉例 那也許還有一些其他的 大家可以觀察到的部分 剛剛提到的是 我們去接觸個案的時候 可以用的一些觀察 資訊的來源 我們手邊也有一些輔助工具 除了剛剛提到的 心情溫度計之外 還有 像悲傷的人 或者是 檢明心理健康 篩檢表 心情溫度器 他因為問題 不多 那又可以很快的 幫助我們判斷風險 所以他適合 用電話訪問 或者是 時間很短的時候 要去評估個案的時候使用 那悲傷的人 這個量表 他是用來去了解 有哪一些 他生活當中的事情 或是哪些狀態 會讓他的風險增加 那綜合這兩個表 的 結 年齡 還有 婚姻狀態 是單身已婚 還是分居上偶 那最近一個禮拜之內 有沒有這些狀況 這個是 信心溫度計的量表 只是原本有 五個選項 現在變成兩個選項 更簡單 那悲傷的人 是你過去有沒有很認真 想過要自殺 有沒有傷害過自己 有沒有企圖自殺 有沒有因為這個 嚴重的自殺行為 被送醫治療 那你目前還會想要自殺嗎 未來會不會這樣子 那我 曾經有沒有因為憂鬱症 或是其他原因 到精神科就診 我有沒有因為 喝酒或是長期使用某一些藥 而影響到生活 那這個藥物 不特別提說是毒品 可是大部分的狀況 往往還是會影響人的精神健康的 一些藥物 那過去在情緒不好的時候 都沒有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可以讓我傾訴嗎 所以像這些狀況 大家都可以 感受到 如果 有這些情況 影響人的心情會很大 那接下來就要談 我們前面講是準備工作了 怎麼去跟個案 面對面 那事先會有一些準備的工作 那這個狀況 適用於 不只是在做關懷仿視的時候 也適用於像醫院我們和一些 有自殺想法的個案 做接觸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知道 跟這樣的個案接觸 即使是醫護人員常常在看的 也會覺得 壓力蠻大的 那所以在事前的準備工作的時候 我們要先 了解自己的狀態 把自己準備好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準備好要去跟跟他會談的時候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擔心的事情 我現在的狀態好嗎 那 有時候我們自己的狀況不好的時候 會影響到 我們跟個案建立關係 或是說有時候 可能 某一些特質的個案 會引起我們 不愉快的感覺 那像這些 往往都是 個案不需要去 接受的 所以 在接觸個案之前 我們先了解 自己的狀態怎麼樣 那 再來就是 透過剛剛講的很多資訊來源 我們先大概去評估 個案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那 一旦跟個案接觸的時候 怎麼樣保持一個舒服的距離 也許蠻重要的 比方說 個案也許他防規性比較強 可能我們就不適合 站著距離太近 那如果個案他其實感覺到 好像 比較依賴一點 也許我們跟他距離就可以稍微保持 靠近一點點 那另外 知識 我們做什麼樣的知識 有的時候跟個案會談 可能保持一個 45度到90度的一個方向 而不是直接面對面 或是 完全 沒有看著他 可能會更好 那 知識也影響到我們跟個案 做比較長時間的會談 你要先確定說 我們現在做的知識 和個案做這次是舒服的 那有時候 這些細微的差別 會讓之後的個案 會談變得很順利 那接下來就是 會談的那個場景 可以保護個案隱私嗎 能不能讓他覺得有安全的感覺 或是會談的過程當中 我們前面 我們前面就先講到 今天我們討論的事情 你有沒有擔心 會讓其他人知道的部分 可以先讓我了解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保持一個 關心的心態 我們先從了解個案開始 往往 這樣傷害自己的個案 我們會想知道 他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怎麼樣的人生不值得一個人活 大概最常見有幾種狀況 比方說 生活當中很多挫折感的人 或是 其實很長期來講 他對自己都是一個很強的批判態度 覺得自己什麼地方都做不好 可是也許旁邊的人看 並不這麼覺得 那這樣的個案常常他的家庭關係 也比較薄弱一點 或是 好像呈現出 他的情感上面 已經有一點 麻木了 也就是 都無所謂了 不但不只是快樂不起來 好像也 覺得 連難過都不需要了 所以看起來反而是一個 比較沒有情緒的狀態 那還有呢 他的父母親對他會不會常常保持著 好像批判的態度 常常批評他 你這樣做不好 那樣做不好 但很少有讚美 那這樣的生活當中 可能會讓一個人 變得 不太害怕死亡 這個事情 可能覺得反而會不會死了 還比較好 會不會死後的世界不一樣呢 這跟人的信仰有關係 開始跟個案對話的時候 可能我們要去注意 到底 他是 他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可能我們會 聽他講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也許當時你怎麼想的 發生那個事情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什麼 那 他可能會先跟我們講一下 事情的經過 可是這個時候 我們會想了解 那個事情本身是這個樣子 可是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 當時你怎麼想 那之後呢 之後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慢慢的去引導 個案 從事情的發生 到他產生自殺的想法 到他真的採取行動過程 他的感覺 和他的想法 和他的判斷 那 如果我們透過跟個案會談當中 感覺越來越了解他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 心裡面也可以感覺到他的難過 或是感覺到他的憤怒 所以 如果是有這種感覺 可能我們可以說 我想當時你一定覺得很難過吧 或是我想當時候你可能覺得很失望 對什麼事情很失望 那這個就是一個對個案的同理 那常常在會談當中 這種同理的語言 他會像是一個催化劑一樣 也就是 一開始一些防備的個案 或是 感覺好像距離很遙遠的個案 有時候 這種同理的話語 講出口之後 個案感覺到了 常常會覺得後面的會談會越來越順利 那只是說像這樣子的 同理的語言 這種我想你的感覺一定很難過 有的時候 往往是要在 我們真的了解他的感覺的時候 才能夠說得出來 有的時候如果只是 當作是一個好像 套餐我們看到個案就 固定講這樣的話 不但我們自己 沒有那個感覺 個案也不會覺得 真的被同理到 所以如果我們覺得真的 不太了解個案 他的感受的時候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 積極去問他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 李教授常常講的 主動傾聽 這樣子 的 會談方式 那 之後可能我們可能跟他講說 那 我聽起來那段時間你真的過得很辛苦 接下來話風一轉 我們會問說 那你晚上睡得好嗎 你白天胃口怎麼樣 會不會容易覺得累 會不會感覺好像 整天都很緊張不安 那段時間會不會覺得好像 活著都沒什麼意思 會想要傷害自己 會想要傷害自己 或是結束你的生命嗎 所以 從一個情境 我們可以 在了解他的感受之後 我們去問 那個時候有沒有一些 可能像是 精神疾病 比方說 憂鬱 或是焦慮的特徵 那 這個是 紡視手冊上面 提到的 我們可以問的評估問題 比方說 在那段最辛苦的時候 你剛才也提到 甚至覺得活著都沒意思了 那個時候你出現這個想法多久了 多常出現 這樣自殺的意念 那你那時候嘗試要割碗 或是 上吊 你是考慮了很久 還是你想到馬上就去做 那個時候你有想到 要找別人幫忙嗎 你有沒有考慮過跟別人說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方法 為什麼是 選擇上吊 而不是 用其他的方式 你有沒有考慮到 如果你這麼做之後 身邊的人 你剛才提到你跟 媽媽一起住 你們兩個相依為命 你覺得他的感覺是什麼 那個時候你有想到嗎 你覺得 如果你真的因為這樣子過世了 你身邊的這些人 這些事情 會因為這樣改變嗎 還是你就這樣子消失掉 對什麼事情都沒有影響 那 在你那個時候 自殺之前 你有做什麼事情 比方說你有沒有打電話 你有沒有 留遺書給誰 你有跟誰交代後事嗎 那個時候你有沒有 想到要找誰 道別 有沒有一些 沒有完成的心願 牽掛著誰 那為什麼沒有去執行 或是 去 停止 傷害自己的行為 那現在 好像經過那個事情之後 你現在你的看法是什麼 你還有什麼樣的感覺 最後這兩個問題 很重要 也就是 牽掛誰 或是那個時候為什麼 沒有 真的結束生命 還有你 還有你現在 對於自殺的經驗 你怎麼看 這個其實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想要保護這個個案 那有什麼事情是他還在乎的 這可能就是我們後續的治療計劃當中很重要的一環 如果我們想評估他未來的風險 我們會問他說你現在還有想自殺的念頭嗎 那如果以後碰到類似的狀況 比方說剛剛講的很多都是 可能是跟爸媽的衝突 所以 爸媽每次提拼他 吵完架之後就覺得 我這個人真的沒有用 我不如離開世界好了 所以如果以後再遇到類似的狀況呢 因為他可能還是會回家 或是繼續跟家人生活 你怎麼辦 有沒有新的 因應策略跑出來 那也許有些年輕父母有小孩的 小孩怎麼辦 你有沒有想過 把小孩一起帶走啊 那這樣的問題乍看之下 有時候不太好開口 可是往往我們需要這麼問 我們才能問到個案的打算 很多時候可能我們這樣子問了 可以預防 整個家裡面都自殺 好 那接下來主題是 化乾乾為玉薄 他講的是我們在面對個案的時候 有時候碰到一些困難的狀況 比方說 有些個案 讓我們感覺到他防衛性很強 好像很難接近 甚至有的時候我們去問個案的時候 他可能 簡單打個招呼之後 什麼話都不講 那碰到那種狀況會讓 仿視的人 或是 醫護人都覺得 很困難 我們該怎麼樣繼續會談 所以第一個是 沉默也是一種語言 也就是說 大部分的時間 當我們跟別人在 討論事情的時候 如果突然間 大家都沒話講了 有時候這種沉默會讓大家覺得好像有點坐不住 不太舒服 或是可能我們覺得是不是我在猶豫我要不要開口 要不要講些什麼話 我應該說嗎 那可是我講了如果他又沒有講話 那我該又該怎麼辦 所以 沉默也是一種語言是 我們不妨利用這種狀況 然後 也許他不講話 我們剛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思考 他為什麼不講話 我們也可以等 也許他需要的是我們等他 等他開口 好 那這個狀況 跟他平常的生活和別人互動 有什麼不一樣 比方說 我們前面舉的例子 那個小娟 他 過去有一些不好的經驗 比方說被霸凌的經驗 比方說身體被侵害的經驗 或是常常 工作可能也不穩定 那爸媽又 看不起他的工作 覺得他做得不夠好 那他覺得他的生活 其實根本就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他過的人生好像不值得活 那這種狀況 他可能覺得 跟別人講也沒有用 所以平常他也很少跟別人開口講這個事情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在會談的時候 遇到了這樣的沉默 他不講話 也許我們會覺得 會想到 會不會 跟他 前面生活中 那些他常常遇到的感受一樣 他覺得很絕望 所以他覺得 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他不講話說我們在思考 也許我們想到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問他 也許這個時候我會問他說 你現在不講話是不是因為你覺得 講的也沒有幫助啊 那也許我們這樣子問他 他有可能會 開口告訴我們 會回應我們 也有可能 他還是不講話 我們還是可以再等等看 那有的時候 陪著個案 度過這個沉默的時間 有時候那也是一種尊重 讓他知道說我們是尊重他的 他不想講 那也沒有關係 陪伴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這樣的做法 可能可以提供個案一些安全感 那如果個案他願意開口提一些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會記得 李教授講的主動傾聽這個事情 也就是 保持一個好奇 我們希望去了解他 我們想 多了解他的經驗 他的感覺 是什麼 那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保持一個 非批判的態度 那我們前面其實有提到的 我們在跟個案互動之前 我們注意自己的狀態 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有的時候我們 生活發生了一些事情 或是我們對自己的看法 可能會影響到 我們對個案的一些價值判斷 那往往個案其實比較需要的是一個 中立的 不帶批判的態度 就是想了解他 所以我們希望去避免 假設自殺是為了操弄的目的 所以去展現 各位的信心 耐心還有關懷和尊重 那信心很重要 因為過去的一些研究告訴我們說 這些 自我傷害的個案 你如果事後去問他 你覺得 你跟你接觸過這些專業人員裡面 哪些人給你感覺幫助最大 他們會認為 如果這個專業人員表現得 有自信 去處理自殺的問題 可是同時又給他們逐步的尊重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那個幫助是最大的 那有些個案 可能會讓我們覺得很困難是 不管怎麼講 他就是 講話離不開自殺這個事情 堅持要自殺 我怎麼講都沒有用 他就是說我還是要自殺 那當然 強制送醫是一個方法 不過在會談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怎麼辦呢 首先 個案一直講到自殺 或是他真的要去自殺 坦白說 那不是各位訪員 有辦法去改變的事情 因為那個是一個行動 可是 我們的專業其實是在 會談 的過程 也就是說 我們不動手 我們只動口啦 所以怎麼樣把這個自殺的事情 不管是行動 或是一直講一直講 把它變成一個 可以討論的事情 很重要 我們擅長的戰場 不是在 真正的去阻止他自殺 而是讓他去講到說 你一直講到自殺 到底 你想表達什麼事情 把它化成那個情緒 也就是說 他是不是要 告訴我說 其實他就是很痛苦 所以 這個痛苦沒有人可以幫忙他 所以我還是一直講 我要自殺 那我們有這樣的想法 也許我們可以跟個案 分享我們的感覺 或是我們的猜測 聽起來你好像覺得 別人都幫不了你 那也許我們慢慢的把它 化成這種 想法 或是感受的時候 就可以跟個案建立關係 再去討論 那過程當中其實比較困難的是 當一個人他一直想要自殺的時候 其實他是在拒絕別人的幫助 所以 過程裡面 常常 想要幫忙他的人 會產生一些反感的情緒 所以我們要注意 我們有沒有產生這種負面的情緒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因為 一旦有負面情緒產生 可能我們就會變得跟他的家人 朋友一樣 去對他說教 或去跟他爭辯說 你這樣子做根本對你一點都不好 沒有用的 那這樣子其實就 事情不會有改變 會跟他平常生活當中都一樣 好 那 拒絕協助的個案 就是有些人我們建議他 你這樣子做 他也不要 那樣做也不要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希望我們可以試著去保持 自己的心理壓力 也就是說這種狀況也是會讓人覺得很不舒服的 所以可以跟他討論我們的觀察是什麼 我們 擔心他什麼 比方說我們可能鼓勵他 你應該去 精神科那邊 跟醫師討論看看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那他可能覺得不要 或是你為什麼一直要堅持我這麼做呢 那 往往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我們已經盡我們的力量了 還是沒有辦法 常常我們還是可以告訴他說 我們關心你的 是什麼事情 例如說 我實在很擔心你的安全 雖然我也知道 你很不願意 去看精神科 或是說 雖然我也知道你很不願意接受我的某些建議 可是 我想 你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或是你的安全最重要 甚至剛剛他可能跟你會談當中提到了 他牽掛的事情 我們也可以跟他說 聽起來 你的小孩對你很重要 那你想要繼續當個好媽媽 好爸爸 你可能需要多關心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建議你怎麼做 把我們對他的考量可以講出來 那 可能整個會談過程當中有些個案會 說我告訴你什麼事情你不能跟別人說 那為了避免大家 面臨這樣的壓力 通常我們不建議去承諾對自殺的意念保密 也就是說 對個案的隱私很重要 但是往往我們可能也需要讓個案知道 如果這個隱私 跟他的 他的健康或生命安全衝突的時候 我們會以他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優先 那如果沒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盡力的去注意他的隱私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可能可以跟他說明我們要採取什麼樣的保護行動 那這個保護行動的目的是出於對他的關心 那有些個案 我們是可以了解他的 他很需要被了解 那 也有可能我們可以跟他澄清說 你剛剛說這個事情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樣 你覺得都沒有希望了 可能會發現說 也許問一問 他也會發現說 對好像 我不需要這麼絕望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時候我們會聽到 雖然他一直覺得很絕望 可是某些事情好像他一直在做 那為什麼他一直做 他覺得那個事情很重要嗎 比方說他常常覺得 我找工作都找不到 沒有人要我 我什麼用都沒有 或是可能去工作做一個禮拜 就被老闆開除 說你不要來了 那可是我們可能可以聽出來 他真的一直在找工作 他覺得工作很重要 是嗎 到底工作對還有什麼意義 所以可能我們可以從他講的這些挫折的經驗當中 去聽到 某一些他在找的意義出來 那這些事情不見得他自己有感覺到 可能我們可以透過我們對他的了解 回饋給他 讓他看到事情那個正向的那一面 那所以 在整個會談的最後 我想 可能可以跟他討論到是 是什麼樣的原因 他 可以繼續活下去 比方說有些個案會提到說 他覺得要給自己一些機會 可能事情不見得那麼糟糕 不見得真的完全絕望 或是他有某些信仰 他認為還是應該有這個信念在 那另外 個案可能會提到他牽掛的是家庭 所以家庭的責任可能也是個案 他繼續活下去的意義 或者是說親子的關係 怕爸媽會難過 怕爸媽承受不了打擊 所以為了別人他可能也要重視自己的生命 那還有有些人可能真的 雖然覺得很絕望 可是他對自殺還是有些害怕 當然不是說害怕的人他一定不會自殺 但是往往這個事情我們可以跟他多討論一下 這樣做真的好嗎 那有的時候可能個案他還是會考量到社會怎麼樣看待他這麼做 其實他可能對自己還是有一些自我要求的 他不希望被別人看不起 不希望選擇逃避的方式來這麼做 那所以這些其實是綜合一些 可能常見的 我們可以找到個案他 還沒有自殺 他還活著的一些理由 那我們把這些理由強化之後 鼓勵他繼續做下去 那當然在 公開訪視的過程當中 可能我們有機會接觸到家屬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需要是去通力 家人的一些無奈和煩惱 那趁這個機會去評估一下 到底 碰到個案要傷害自己的時候 或是平常情緒不好的時候 家人怎麼跟他互動的 那一旦了解這個狀況 我們可能可以給他一些衛教 比方說 你們家人平常 然後 知不知道怎麼判斷他的心情好不好 知不知道怎麼判斷他 會不會自殺風險開始變高了 我們可能可以給他一些線索 比方說看一下他的睡眠狀況 看一下他的胃口怎麼樣 看看他是不是 平常都偶爾還會出門的 突然間變得不出門了 怎麼觀察 那也可以微教家屬說 如果他辦法緊急狀況 你們可以怎麼樣 安排他就醫 那有哪些方法可以降低他自殺 比方說把家裡的一些危險物品收起來 比方說 主動問他 主動關心他 那另外可以介紹他一些相關的資源 像是安心專線 生命線 張老師 或是 醫療資源 好 那所以 這個主題我先報告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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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